茶渡跟风骚大叔金乐春水堆上了 金乐那是以后要当总队长的人呢 所以茶渡在他面前 就跟一个胡闹的小朋友一样 金乐问茶渡 为啥要救鲁奇亚呀 你们顶多认识几个月 感情怎么也不可能那么好吧 但是茶渡表示 我哥们医护说要救鲁奇亚 所以为了兄弟 我万死不辞 看到茶渡这么固执 金乐也没办法了 他只能抽出斩破刀 打算好好教训茶渡一顿 茶渡挥舞着巨人的右臂冲向金乐 强大的灵压让整个战斗现场 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可就在这时 金乐居然在茶渡身后出现了 茶渡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金乐击倒 医护被剑八追得如同丧家之犬呀 他拼了老命 也无法摆脱剑八的追击 剑八就好像是猫抓老鼠一样 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追着医护 追上了就砍一刀 医护提刀挡住剑八的攻击 然后扭头继续跑 时间长了 剑八也不耐烦了 此时医护在前面跑着 浑身充满了恐惧 经过这么多场战斗 他以为自己已经很强了 可是剑八敞开胸膛让他砍 他居然全力都无法砍伤剑八 医护真的害怕了 跑着跑着 医护就到了一个死胡同里 正不知所措的时候 他就发现 正前面的墙正在逐渐开立 下一秒 剑八就破墙而出 站在了医护面前 医护已经来不及逃跑了 只好提起斩拨刀 接下剑八的几次攻击 医护双手持刀倾尽全力 剑八却单手持刀轻描淡写 剑八强大的灵压 压迫得医护气喘如牛 就好像一座大山一样 压在医护面前 医护连拼几下 觉得自己不可能战胜剑八 于是再次转头逃跑 自己砍不上剑八的事 好像已经成了一个魔咒 在医护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让他害怕得根本无法冷静下来 医护完全沉浸在对剑八的恐惧之中 其实医护也知道 自己这样是不对的 所以他不断地在做自己的心理建设 提醒自己 我可以 我行的 我医护是最棒的 而就在医护心慌意乱之时 他猛然感觉到一件更可怕的事情 茶渡的凝家竟然消失了 难道茶渡已经死了呀 茶渡死没死暂且不清楚 但是他现在已经躺在雪坡中一动不动了 惊乐站在他面前嘴里还在叨叨咕咕 小伙子 作为人类 你的势力真的很强 只可惜你遇到的是我呀 惊乐大叔还在叽叽咕咕 没想到这时候 副队长七旭突然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告诉他兰燃死了 死因是被斩破刀取出锁结 以及心脏被刺穿了 他现在整个人还跟一块腊肉一样挂在墙上呢 这很明显不是自杀 而是他杀呀 现在山本老爷子和小白这一个最老 一个最小的队长 已经联名发出了戒严令 而尽管没啥交情 但是惊乐还是决定去见兰燃最后一面 他于是抛下茶渡 离开了战斗现场 惊乐虽然转身走开了 但是七旭看着地上躺着的茶渡 却有一点疑惑 这旅货居然还有气 惊乐出手为啥没直接干掉他呢 七旭决定帮自家队长了结了这个旅货 却不料惊乐抓住了他的手 原来惊乐大叔是故意不想杀了茶渡的 他让七旭把茶渡送进监狱 然后叫救护队给茶渡治伤 医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当中 按说隐约感觉到了茶渡的营丫 医护应该高兴茶渡没死呀 但是医护却更加恐慌了 那些跟他一起来到失魂界的朋友们的样子 此时一一划过他的脑海 他们都是为了自己才来这里拼命的 稍有不注意 他们都有可能会死呀 而自己是伙伴当中最强的 他们还在等着自己去保护和援救呢 如今自己还在这里惶恐不安 实在罪该万死 恐惧过后就是坚定 随后医护重新拿起刀 坚定地走向紧巴 他决定抛弃所有恐惧 一定要战胜眼前这个强大的男人 主角光环一惊开启 医护果然战力提升 他挥起一刀 居然把剑八的胸膛划出了一道血痕 医护自己的BGM当中 果然是战无不胜的呀 看到终于能砍伤剑八了 医护感觉自己向胜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却没想到 这一下正好激起了剑八的斗志 男人哪 你再次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剑八马上提升临压 举起斩破刀狠狠地朝医护砍了过去 兰染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 东仙耀和大狗子队长过来 与遗体告别 四番队队长花姐正在为大家解释 经过他们仔细检查以后 确认兰染这具尸首并不是遗骸 就是兰染总佑界本人 尽管大家不愿意相信 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随后卯之花拿起斩破刀下了逐客令 他也打算加入这场战斗中了 东仙耀和大狗离开停尸房以后 就分别看到了自己的副队长 大家都十分关心兰染的情况 可东仙耀带给他们的消息 正是他们最不想接受的 兰染确实已经死了 演技派的东仙耀十分冷静地表示 自己一定会查出杀害兰染的凶手 致死方休 医护再次举刀冲向剑八 没想到剑八却徒手抓住医护的斩破刀 把他甩了过去 紧接着剑八的刀就要砍到医护了 医护刚闲闲躲开 剑八那豁牙漏齿的斩破刀 又从他后面砍了下来 医护能躲开已经非常艰难了 不过他慢慢已经找到了跟剑八战斗的诀窍 因为剑八头上带了铃铛 一走路会有铃铛的响声 剑八对医护的这种进步 看在眼里乐在心里 他告诉医护 自己的铃铛和眼罩 都是为了更开心的战斗才带的 他要让自己有一点破绽 要不然一下子就把对手打死了 那多没意思呀 这句话对于医护来说 真的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医护怒气冲冲地冲着剑八喊 赶紧解放你的斩破刀 你起码也要尊重一下对手吧 没想到剑八去说 自己不是故意不解放斩破刀的 而是压根不会呀 现在的斩破刀 也就是没封印的状态 医护一听这话可高兴了 这就是说 你连自己刀的名字都不知道吗 那现在就是你的巅峰状态了呀 可医护还是太天真了 剑八冷冷地告诉他 自己的这把斩破刀之所以没办法封印 就是因为灵压太强了 没人能封印 所以到底是谁给了你的勇气 让你认为自己可以打败我呀 此时剑八的斩破刀抵着医护的斩月 他施加的力量越来越大 最后居然直接刺穿了医护的斩破刀 刺入了医护的胸膛里 当剑八拔刀的那一刻 医护的鲜血飞剑 而斩月也断成两半 此时剑八看着奄奄一息的医护 一脸可惜 毕竟能砍伤他的人十分罕见了 剑八本来还以为 能有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呢 可是医护居然这样简单就被打倒了 剑八还真的很失望 剑八的表情让医护内心刺痛 他不想让剑八失望 更不想死在这里 还有伙伴们等着他 路奇亚等着他 他还想战斗 但是此时的医护浑身的血 就跟不要钱一样往下流 他自己根本起不来了 可就在医护迷离中近乎绝望的时候 他突然看到斩月大叔 正缓缓向他走来 斩月大叔就跟外挂销兽一样问医护 你是不是想赢啊 如果你有想胜利的决心 我就带你过去 给你开个外挂吧 有谁能在这样的局面下 拒绝一个和颜悦色的外挂贩子的诱惑呢 所以医护就点头了 随后一股强大的黑色力量 猛地包裹住了医护 医护仿佛进入了一个黑色的隧道里 下一秒 就来到了一个混乱的世界 医护发现 自己居然可以竖着站在大陆的表面 这个发现把他吓得两腿发软 可斩月大叔居然告诉他 这就是他内心世界平时的样子 斩月大叔丢给医护一把斩破刀 这是一个进不了互听十三队的 低阶死神的斩破刀 斩月大叔说 现在这把破刀就属于医护了 医护不干了呀 我的刀不是斩月吗 斩月大叔一脸的不乐意 斩月刚刚不是被你弄断了吗 他拿起了手边完好的斩月对医护说 看到这把漂亮的斩破刀了吗 我扔掉也不给你 随后斩月就真的被斩月大叔一把丢掉了 此时医护还没来得及反应 后面就出现了一个一身白画画的家伙 他冲出一把抓住了还在掉落的斩破刀 这家伙转过来医护发现 他跟自己长得一毛一样 斩月大叔解释说 这就是你的带打须白 你如果想要斩月的话 就跟你的他干一场吧 看看你能不能自己把斩月抢回去 须白一跃而上 一挥斩破刀把医护逼退 医护能感觉到刀上散发的灵压 让他自己都害怕 原来斩月是一把这么厉害的斩破刀呀 这时须白独出心裁 居然拎着斩月后面的绳子 把他旋转起来 简直把他当成了一把能操控自由的飞刀 医护看得都傻眼了 原来斩月还有这种玩法呀 而看着医护一脸的傻貌 须白怒气冲冲 你只想着你自己 什么时候能真正了解一下斩月呀 你这个自私的家伙对得起斩月吗 你以为能叫出斩月的名字 就是了解斩月了呀 医护突然就开窍了 自己确实一直以来都只是在尽量修炼自己 而从没有想过去走进斩月的内心 时间长了 斩月大叔肯定空虚寂寞冷 肯定满心不满呀 这斩破刀如何能跟主人配合默契呢 须白在嘲笑医护 他举起斩破刀狠狠向医护砍了过去 可此时医护的心根本没在须白身上 他一想到剑八对自己斩破刀的一无所知 他就觉得自己和剑八没啥两样 可笑自己之间还嘲笑剑八呀 医护决定 自己一定要知道更多关于斩月大叔的故事 他想和斩月大叔一起战斗 须白的刀砍了下来 医护的决心已定 他拿起自己手里的破刀迎击 却发现自己手里的刀 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斩月 而须白的斩破刀却变成了破刀 看来斩月大叔真的原谅他了 愿意把自己的力量再次借给他 剑八本来已经要离去了 突然感觉到身后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起来 他转头居然发现医护扛着斩破刀站了起来 剑八感觉到医护周身 众涌出一股强大的灵压 而之前明明已经断掉的斩破刀 居然又完好如初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这就是因为医护成功安装好了外挂 他刚才已经在好贩子那儿 仔细学习了外挂的使用方法 所以现在要开始大展身手了 于是剑八就看到医护的灵压爆棚 然后身上的伤口也在不断逐渐愈合 剑八穷苦人家的孩子 哪见过如此厉害的外挂呀 他整个人都呆住了 这时医护突然一个闪身 然后一刀就劈在剑八的尖头 剑八肩膀鲜血直流 然后医护挥刀继续猛攻 剑八居然毫无还手之力的 被逼得步步后退 剑八浑身浴血 但是兴奋感更强了 这一家伙就是越伤越勇的自虐性变态呀 剑八不打算再挨刀了 他灵压猛地变强 然后朝着医护冲过来 医护也举着刀向剑八看去 可毕竟医护外挂更胜一筹 于是剑八脸上又挂彩了 但剑八丝毫没停顿 还是勇往直前 他一边跟医护打 一边询问医护 为什么死而复生 为什么突然变强 医护不敢回答 他怕被系统封号 但其实剑八根本不在乎医护的答案 他现在兴奋的赫尔蒙快爆炸了 剑八之后把医护的几轮猛攻全都打了回去 医护有点怀疑人生了 为什么我开了挂还是打不过你呀 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呀 剑八是一个抖M呀 此时医护看起来确实占据上风 他把剑八砍得身上跟破布一样 血洒得满地都是 可是剑八真是越受伤越兴奋 最后简直哈哈大笑起来 他一边笑一边打 把医护都给整得快不会了 到最后 剑八是彻底被医护砍到嗨了 他索性摘下自己的眼罩 一道直冲天气的金色光柱猛然爆发 剑八这是要全力跟医护一战呀 此时剑八灵压大得让整个天地位置沸腾 医护愣愣地看着剑八 其说 你不是不会解放斩破刀吗 为啥还能变强啊 剑八说 我戴眼罩 就是为了压制自己的实力 不戴眼罩的我 才是真正的我呀 剑八随便一回剑 旁边的楼就塌了 可就在医护震惊的时候 展岳大叔突然出现 他把自己的力量完全交给了医护 看来医护的战斗 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 这是剑八这种 只靠自己实力蛮干的人无法理解的 医护和剑八的斩破刀撞在一起 两股强大的灵压的碰撞 让四周的高楼纷纷倒塌 等硝烟散去以后 医护还是倒下了 但是这并不是战斗的结束 真正属于医护的战斗 才刚刚开始 我是黑白 下期见